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自古就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水码头 从重庆朝天门坐船设游而下 不到40公里 沿途经历九弯十八拐的铜锣甲之后 在这个位置江面豁然开阔 江岸也逐渐变成缓坡 便与船舶艇号和物资集散 目洞古镇也因这里天然优势 渐渐繁荣发展起来 老师为什么这边叫目洞呢 这个目洞它的游染已久 长江的水势比较大 浅滩比较多 那么我们老百姓都为了 要过上平安修一个庙 这个庙就叫玉王庙 分有母料 巧合那个时候我们目洞周边 出现了洪水涨起来 涨起来然后这个目料 从洪水运到目洞的长城 后来人们都叫洞楚神木 这就是目洞的游染 蒋孝伦长期在目洞镇文化服务中心工作 作为土生土长的目洞人 他对这里的历史文脉都能悉数到来 水运发达的时代 目洞也是南来北往 商谷民事的必经之道 唐代诗人王伟路过目洞时就曾写下 水国周中市 山桥数秒行的诗句 感叹这里水上船舶聚集城市的盛况 我知道原来的话 这片应该是很多就是商谷也好 明楼是必经之地嘛 是因为它联通的地方比较多吗 因为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多 是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就靠长江 这条主要还有一个目中最有提点的是 出产油桶 那个时候的朋友它主要是船上用 主要是起个防护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国际的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都在我们这个地方 而且还设立了商谷待办处 目洞曾是四川 湖南 贵州 云南 湖北 五省的商谷集散地 明代这里就设置了五省公署协调各地事务 江边一度形成了五里长街和一里码头的盛况 虽然如今已经无法看到昔日的繁荣景象 但是当地政府在2016年重修了目洞河街 一条条十把路上 一间间穿斗房中 依然保留着很多当地的特色文化 目洞山歌就是其中的代表 正在教课的是目洞山歌国家界传承人玉良华 和他的徒弟秦秋月 2009年大学毕业的秦秋月 回到目洞正开发了一家《山歌少儿艺术团》 除了演出 平时大部分时间 就在镇上的少年宫教孩子们唱山歌 您是两位在这边教学 是吗 对 教他们唱我们的目洞山歌 目洞山歌 像刚才在唱什么呢 你打住手 我现在罗儿调 罗儿调 就是咱们目洞山歌 跟普通我们看到山里的这种山歌的区别在哪呢 它其实重大的区别 它是在心强 它心强按照目洞也是出牌心强 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的目洞山歌 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盛极一世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八语歌舞 当地人婚丧嫁娶 田间劳作都喜欢随性而歌 而长江发达的水运 也让船锅浩子建成气候 成为目洞山歌的一大类别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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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起毛猴子 它猴子很多 起毛的 品水的 上水的 拉前的 下水猴子 它都冷藏 就刚才这个老爷子一开口地把我震住了 因为没想到这个声调这么浑厚啊 没有 没有把声音放在那里收着的 目洞山歌所唱的内容大多来自于生活 最大特点就是不需要去刻意作曲 人们的喜怒爱德都可以通过山歌的唱调展现出来 因为目洞山歌简单好学 朗朗上考 也吸引了很多孩子来这里学习 我刚才看你的这个表情特别的丰富 学了几年了 三年 学了三年 这是自己想来学的吗 还是爸爸妈妈让你来学的 爸爸妈妈还有外婆 哦 那你自己喜欢吗 也喜欢 你最喜欢的哪一首歌是什么 《他们早就早些》 十年来 目洞山歌非一传传基地 每周都免费教孩子们唱山歌 至今已经培养了上千名学生 唱了几十年山歌的郁良华 本是一名数学老师 等于家乡山水的热爱和儿时山歌的记忆 让她年近八十 依旧在坚持创作和教授土地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秦秋远 就是被玉老师的歌声所吸引 而走上了传承家乡三个的道路 我是三个传承人里面最小的 然后就跟他们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来参加一些我们的文艺演出 学唱我们的三个 然后就慢慢开始自己也很喜欢 就做了一个我们的三个少尔艺术团 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开始 就慢慢跟小朋友们一起 我们就从小到老 就是一代一代传承 我们就一直在做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小朋友 他们还经常会做出一些创新 最近玉老师就根据热门的垃圾分类 编了一首上歌 生活有垃圾 有黄花泪 有分类放我 为了保护和传承目动山歌 八南区还专门编写了相关的中小学教材 纳入当地的音乐教学内容 虽然因水而清的码头重镇 因为现代铁路和公路的冲击 已经很难再现往日的风采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依旧在用歌声延续着岸边的乡情 临近中午 蒋孝伦带我们来到河街上的一家餐厅 品尝当地特色的木洞传帮菜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准备饭了吗 现在 我看挺忙的 这么一二三四口锅呀 现在准备做什么呀 鸡爪 这鸡爪是准备怎么做呢 泡椒 泡椒 这个是最传统的传帮菜吗 没有 林国伟既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又是主厨 平时都是他和妻子一起负责烧菜 传帮菜的一大特点就是快捷 做菜用的泡椒和各种酱料 都要提前调制好 只等主菜下锅爆炒出香味 就可以出锅 在老板的推荐下 我们点了酸菜鱼 双椒炒鸡角 和酸辣鞋三道特色菜 为什么这些会叫传帮菜呢 传帮菜它的主要的贴点就是 传上 我们江夏的传上的传工们 吃的菜 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敲夫 也是这个传帮菜 当时比较流行 就那个时候的牢子比较辛苦 必须要吃 而且它的菜做法还有贵的 比较辣 比较辣 对 比较辣 因为为什么它辣 因为它是大量的很大的 食器比较重 它这么多吃辣的 还可以排斥 排斥气 对 还有这个朋友 木洞传帮菜 麻辣鲜香 配料丰富 过去码头繁忙 欠夫传工 要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 香辣热乎的水煮烹制菜肴 就成了传帮菜的首选 桌上每一份菜量都非常足 大方粗犷的摆盘 也突出了巴鱼文化 好鲜香 性直率的特点 这个饭有点满呀 就是冒融 这一块碗一大碗的 就冒出来的意思是吗 对 我看看 我尝一下 有一点辣 因为我本身很能吃辣椒 但是相比于其他的这种酸菜鱼 会稍微辣一些 因为其他酸菜鱼 可能是酸辣口味相结合 这个辣味还是比较突出的 又辣 而且这个酸菜鱼呢 它的我觉得最剩余其他地方 就是它的鱼质真的非常的软嫩 应该就是旁边就是线捞上来的吧 旁边就是这个厂间鱼捞起来的 食材新鲜也是目动传帮菜口味好的重要原因 烹制菜肴的姜团 连鱼都是姜中特产 忙活了一中午 老板林国伟终于有了空线 开这个餐厅之前 他一直在做农家乐 近些年才开始回归传统 做起了木洞传帮菜 那后来为什么就研究传帮菜了 小时候吃传帮菜 传帮菜本来的 我们这个传帮菜主要是泡椒系列 然后都是土煮肉 酸辣水 都是土煮肉 泡椒为主 泡椒为主 那也就是传帮菜的精髓在泡椒是吗 对的 那其他的调料呢 其他的都是菜油和猪油 然后豆瓣 吉祥豆瓣 都是这些 林市传帮菜的主要特点在于 回归木洞传帮菜的本源 不用味精 鸡精和山奶八角 用的都是自己的泡浆和泡椒 相对于过去的传帮菜 林国伟也做了一些改良 这个泡椒啊 以前是青泡椒 现在我们家里有个红泡椒 这个是红泡椒 对的 这都也是泡椒 这是泡椒 这是青泡椒 青泡椒 这都是两种 这个如果原来的话 只有青泡椒一种 味也不好看 谁也不好看 现在讲就是色腔味俱全 对的 是吧 看着那个红泡椒的味道久些了 可是尤其吃了 那个泡椒都打起走的 把泡椒打起走 所以说还是要有自己独门的手艺 才能吸引大家来 天然的材料 质朴的烹饪手法 是木洞传帮菜 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长江边品尝着传统的菜肴 重温着古镇河界的生活点滴 和美食氛围 也让这个昔日的川东四大名镇 给我们留下了更加鲜活的印象 美味豆花饭 特色有老糟 在令氏古镇品尝地道的茯苓味道 其实我觉得老糟很多人 有可能会吃不惯 但是这个我相信 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吃得惯 因为它就是那种 像甜品一样的这种美食 下游荔枝 东游柑橘 木河村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它是那种甜中费 连点这种果酸味 是吧 酸酸甜甜的感觉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生态八语 美丽家园 正在播出 重庆有很多古城古镇 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 风格迥异的古镇 保存着完好的历史建筑 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墨于长江南岸重庆福陵城西边二十公里的令氏古镇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文化地域深厚 商貌繁盛 初到令氏古镇 向导李老师就带我们来到桥东头的古镇老街 品尝当地特色的早点豆花饭 您好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豆花嘛 里面有一个这个孔 在下面就有一个槽啊 然后应该是把这个豆花就有空间在磨它 是吧 是 这个石墨挺有讲究的 它下面上下是相反的 那个方向是以时针方向的推 如果反去 这个豆浆就出不来 就往上冒 就是 挺有讲究 挺有讲究的 这个石墨的历史挺长的 几乎家家都有 如果每家没有 那一定一个院子要有石墨的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自动机器 可以代替实质工具 但是传统石墨豆花的味道更加浓郁 口感也会更细腻 磨好的豆浆还要加水过滤 去除豆渣在煮沸后 一边加入卤水一边搅拌 一盆清凉细嫩的豆花就做好了 好多人啊 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姐家因为平时经常会做豆花 所以你看林姨 刚才在我们做的时候就在等着 你看大家每个人调的口味都不一样 都是按照自己喜欢吃的来调 我看这个大哥调的 基本上就是火锅的这种调料味 香油 然后还有醋啊 蒜啊这种 而且你看啊 这个爷爷就这里面盛了满满的一碗饭 早上就要吃饭 早上就是要吃豆花饭 哇 豆花饭是川宇一代比较常见的小吃 清新爽口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一碗豆花沾上辣椒 豆瓣酱 榨菜等调料 既香辣又下饭 素而不淡 价格也很便宜 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早餐之一 老师为什么这里会有吃豆花饭的这种习惯呢 饮食镇是一个重要的水码头 它这里那个船工 活卫船服务的上下这个搬运工挺多 另外就是它的后面是一批大山 这个大山是连着我们湖林 重要的粮仓 蓝品 这一上就是十公里啊 那个相当辛苦的 所以体力付出很大 早上一顿饭关系到一天 那个人的肚子会不会握 早上这个基础店好了 那么中午晚上可以少吃 但是那一顿饭 早饭一定不能少 令氏古镇老街所在的凤阳村贝山敏水 过去是重要的水炉交通中转站 老街修建于明末清初 分为上街 横街 下街几条主要街道 现存的只有上街 全长三百多米 街道清幽而寂静 两边的房屋经过修缮后 现在主要是当地居民的住所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条街 其实还保存得比较完整 这边还有人在居住 我看 是的 它基本上就是前垫和屋 前垫它原来建筑 它还有一个前垫 它有的把门开 那就是一个柜台 你看这里有个窗户 窗户打开就是一个台子 相当于 这就是一个台子 这儿有个台子 里面卖东西的摆在这儿 老街上穿梁翘斗 各种式样的窗帘应接不暇 因为商贸繁荣 过去老街上住着很多大户人家 沿着石板路一路向前 一座精巧的清大院落就在街旁 这座名叫雷家院子的建筑 是历史镇原乡深雷震洞的居所 在哪里面这么深 那个厨里那里叫一镜 那里叫二镜 后面叫三镜 它这个川东民居这种圆路 比较有代表性的 规模不是最大 但是圆是比较齐全 它也是讲对称 而是讲庭圆深深 所谓庭圆深深实际 它是多几近 它那个去的作用就是 给人感觉去一镜通游 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内容 多么宽阔 就给人的这种感觉 雷家院子修建于1853年 有20多个房间 占地500多平方米 是目前老街上 记作院落中 保留最好的一座古建筑 2009年雷家后人才办理了这里 现在这栋百年老宅 已被当地政府保护起来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可以了解曾经练世老街 商贸的繁华 老街上现在居住的 大多是老人 平常做一些手工椅和小买卖 街上还可以品尝到 茯林特色小吃油老糟 熬的就是油老糟 闻着挺香的 这个老糟味比平时 我们吃的这种老糟 感觉那个酒味要少一些 酒味挺好吃 这个是北老糟 北老糟通过这个猪油 这是猪油 这个猪油 芝麻 芝麻 红枣 红枣 冬瓜甜 这是冬瓜呀 冬瓜甜甜的 甜的 过去在福林 每当客人进家 主人就煮一碗油老糟待客 因为在客人心中 有第一印象的作用 所以制作油老糟的配料 十分丰富 芝麻 花生 红枣等配料 熬煮一段时间后 再加入荷包蛋 一碗热腾腾的油老糟就出锅了 那我先尝一尝啊 这里面有一袋骨清清的牢糟味 然后更多的是花生米和芝麻 还有红枣带出来这种甜味和香味 其实我觉得牢糟很多人 有可能会吃不惯 但是这个我相信 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吃得惯 因为它就是那种 像甜品一样的这种美食 在这里的话 大家都什么时候吃它呢 都能够吃早晚 这个吃一碗 我早上吃一碗 祖父他都不吃饭 他都不吃饭 在古朴的老街上吃一碗油老糟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地道的芙苓味道 离开令氏古镇 我们是这组到访 位于南驼镇的牧河村 长江在南驼镇管了两道湾 牧河村就坐落在 江水环绕的小山坡上 助理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不同的水果 我们是这组特意赶来参加荔枝节的开幕式 宜浸村就是满眼郁郁郁郁郁的果园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牧河村里面 而且你能看到旁边就是长江 就是一个真正在长江边的一个村子 对我们这边你看到的话 这里这个旗城就是我们村上整个有1000多某的旗城 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这个品种是福本成熟区在12月份的样子 口感的很画杂味道很甜 所以就是你们这个整个圆 旗城全是这个品种吗 还有一个是柳荷尔旗城 柳荷尔旗城的话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 这个呢它是圆的 对它有一种椭圆形像额带一样的 拍摄是32岁的汪灯荣 之前一直在外打工 2012年 他回到家乡开始种植果树 现在已经是木火村致富的带头人 家里的果园共70亩 每年仅齐成的收入就有20万元 汪灯荣告诉我们 虽然现在木火村一年四季 都能吃到不同的水果 但是在2004年之前 当地村民的生计还是个大问题 你看到了那边那个岛了吧 那里以前早上有居民的 那个岛吗 就我们眼前的这个 对就是眼前的这个江星岛 以前岛上有1000多人的 是一个行政村 后来就是三峡移民的时候 岛上的居民就全部移民搬走了 土地变少了 人口没有变少 后来就到处看了 之后就觉得种树 种果树还是 种果树 现在整个木火村 有2600多亩果园 海拔低的江边种植柑橘 高一点海拔的山坡种植枇叭 下有荔枝 秋有龙岩 一年四季都能吸引游客 前来采摘 荔枝节即将开幕 我们跟随汪灯荣来到村众的广场 街道两旁摆满了新鲜的荔枝 这些荔枝是什么品种 就是大红桃 我看一下 这一把是多少 四五斤 你可以看到这个个头非常的大 而且一捏还挺软的 皮能摸出来很薄 是吧 对对 就是软的它就表示已经完全成熟了 完全成熟 软了就完全成熟 之后它它会变得很软 这就是熟了的感觉 就是软了就是熟了的感觉 是吧 像您家这个是卖多少钱一斤 四块 十块钱一斤 除了大红桃 木河村种植的荔枝品种 还有糯米瓷 菲子酵 蒋沙兰 红袖球等多个品种 为了方便管理 都是统一定价 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先尝再埋 包着这一下就开始滴了这个水 你看 我尝一个 它这个饭他们说很甜啊 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种非常甜的那种 它是那种甜中带一点点果酸味 对对对 是吧 酸酸甜甜的感觉 对它不是纯粹甜 但是味道又口口感又很好 拍摄室是木河村第三节荔枝节 因为种植的荔枝品种分为早熟 中熟和晚熟 所以一直可以持续到八月底 开幕式上除了歌舞表演 还有各种当地小吃非常热闹 一大早就有很多游客开车一个小时 从福林城区赶了过来 开幕式还没有结束 大家就已经进入果园 开始挑选最新鲜的荔枝 你们好 这正在撑着多少斤啊 六斤多 这六斤半 六斤半 一共买了多少斤 我看一人低了一袋子啊 十几斤 十几斤 都是自己吃吗 对 老板像他们这样来的游客 今天多不多 多 多呀 今天卖了多少了 今天卖了一百多斤啊 现在刚刚还不到中午十二点 已经卖了一百多斤了 可能也就是十点到十二点吧 十点到十二点这两个小时啊 就这点时间 在多数人印象中 荔枝通常产于低纬度的岭南一带 木河村欲照充足 雨量充沛 无双膝较长 形成了适宜荔枝生长的淮南亚热带小区气候 现在全村种植的荔枝有两百多亩 像您的话 这现在荔枝里采多久啊 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左右 对 现在这是什么品种 现在采的 现在采的是糯米糍 糯米糍 这个品种是口感跟其他的比是什么区别啊 自己有什么特点 它就像糯米一样有糍性 有糍性吗 荔枝是像糯米一样 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啊 这个感觉 很甜 黄明家从2001年开始种植果树 现在有无亩果园 除了90多棵荔枝树 家里还种了龙眼和齐成 平时处理一些直接来采摘的游客 还有网上订购的客人 由他们采摘好统一装箱 大哥这是摘完了吗这棵树 对 现在摘的打打已经摘了 已经摘了 像您一天能摘多少啊 一天如看客人的需求量 上班时间就星期一到星期五 要少一些 少一些 对 那一天只有几十斤 星期六到星期天这两天 一天有可能200斤300斤都不一定 所以就是说周末的时候 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对 那像您的话就是种植这些龙眼 包括这个荔枝 大概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呢 一年的话 可能还是要收入 一万五六吧 农民的收入提高了 木河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满山遍野的桑园果树 绿树成荫的移民大道 设施健全的活动广场 现在的木河村已经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示范村 推广田园牧场 发展生态养殖 风度牛肉为当地农民生活带来改变 买三个有起家 三头牛起家 现在一百多头牛 二十年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生态八语 美丽家园 正在播出 山城重庆不仅风景如画 还是一座繁华而又火辣的美食之都 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美食 我们是这组到访风都县 听说当地的牛肉火锅一定不能错过 走在大街小巷 到处都可以看到风都牛肉的招牌 在当地人的推荐下 我们来到龙河新城的鬼城牛肉 虽然刚过六点 店里已经坐满了顾客 我们是本地的 是本地的 以前来吃过这个牛肉吗 经常吃的 肉很好 就是我们风都鬼城的牛肉非常好 然后在重庆很多地方 都有风都鬼城的牛肉卖 在重庆的其他城市 专门卖风都的牛肉 对对对 在山城里面卖风都的牛肉 所以说牛肉是你们这边的特色 对是牛肉层的特色 他们说的味道也非常好 我看您还带着这个孩子 老人都来吃了是吧 您觉得口感怎么样啊 可以 可以 爱吃吗 与常见的重庆麻辣火锅不同 鬼城牛肉主打的是清汤锅底 这对牛肉本身品质的要求 也会相对更高 为了了解风都牛肉火锅的特别之处 我们找到了鬼城牛肉的负责人 谭洪彦 跟随他来到了后厨 这边三个树主打的就是这个牛肉 这是你们的品牌牛肉是吧 对对对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 这个牛肉是你们这边独家的牛肉是吧 对对对 我看因为上面有一些蒜和一些汁 这是经过腌制的吗 对对对对 是有大蒜 花椒 白酒 生姜 生姜 味情 就搬在一起 搬在一起 要腌多长时间呀 三四个小时吧 这个要腌三四个小时啊 对就可以使用 我看这个调料 您获得感觉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用几种调料制成的呀 用十多种材料制成 十多种呢 对呀 用生姜 大蒜 小米辣 红的和青的 这两个 等等 组成的独家平衡 是你们独家的 对对对 我看师傅还保留了一手 就告我们最平常的这种调料 是吧 是吧 白酒 生姜 刻意去除牛肉的腥味 之后还要再用机器 搅拌三十分钟左右 将肉质纤维打散 这样牛肉更容易煮熟 肉质也更加细嫩 餐厅主打的就是丰都牛肉 除了火锅 还有各种牛肉做的特色菜 喷香的金沙牛肉 麻辣鲜香的牛体筋 让整桌菜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这个的话 主要是我们主打的牛肉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对对对 它煮到这个锅里面的 牛肉放下去 开了之后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现在这水算开了吧 对 那我们就放几块吧 好 那为什么你们会这边 会把这个肉 吃得这么大块 煮下去 它吃的时候 口感比较好一点 比较嫩一点 再加上我们这个刀叉 就是用刀叉是吧 为了还原牛肉最鲜嫩的味道 牛肉火锅的汤底 加了葱 姜 蒜和苹果片 枸杞等配料 补气血 健脾味 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 炖煮十分钟的牛肉 火候最好 用店里准备好的刀叉 切成小块 肉质纤维丝丝分明 糖汁从缝隙中慢慢引出来 再蘸上店里特调的小料 既营养又美味 它这个调料里面 因为师傅也没告诉我 自己咬着嘛 我尝的这个味道 就是那种有酸 有辣 然后还有一点那种甜甜的感觉 不是那种纯的辣椒 那种很麻的味道 这就是你们这儿的一个 独家秘制了 是吧 包括因为刚才我没有蘸太多 这调料 我想吃这个牛肉的味道 它这牛肉真的很嫩 不管是我刚才吃的这只 大块这个腌制的牛肉 还是面包糠的这个牛肉 或者是牛蹄筋 它每一个都特别好嚼 好入口 我们餐桌上的牛肉 都是每天先打的 每天早上似乎 差不多六点多吧 像现在夏天的话 六点多就要开始打这个牛肉 弄过来太晚 它这个牛肉会放在一起了 叠在一起 它会变色或者其他的 就是放在空气时间长了 就是让它会不太好什么肉质 所以六点就开始起床 去弄这个牛肉 是吧 丰都牛肉因为优良的品质 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 都非常有名气 当地的恒都牛肉 是全国五大牛肉品牌 目前全线有五万多农民 都在养牛 肉牛养殖还成为当地 扶贫的主导产业 第二天一早 我们驱车前往位于 丰都县城南的 包卵镇飞仙洞村 肉牛养殖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很多农户靠着养殖肉牛 脱贫致富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飞仙洞村的 一个示意图 我们从山上向下 下面这个是五六组 现在我们的肉牛产业 主要集中在一组 二组和三组 这三个组上面 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 现在的地理优势吧 我们的树林里头 林区比较大 然后呢 我们这里肉牛养殖大幅 我们这里有个三十四伏 就是我们的三十四伏 就是有二十头以上 现在我们刚才可能一会儿 看到了有的最多的是两百多 两百多头 然后呢 再小一点是一百多 最少最少的就是二十头以上 二十头 把它的散户就更多了 所以基本上家家户户 都在养牛是吗 都在养牛 飞仙洞村 位于铜矿山中的一块平地 因为过去村中 有一个溶洞 被称为飞仙洞而得名 这里四面环山 最高海拔一千二百米 全村面积大概十八点三平方公里 有六个村民小组 将近一千五百人 我们设置族到来的时候 刚下过小雨 青山壁水间云雾缭绕 乡村小舍实隐实现 显得宁静而又质朴 彭大哥为什么这边这么适合养牛呢 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地方 都是这种小山地 山地和丘陵的一个地形 树林里头呢 有一些全草 然后呢周边呢 有一些这种棺木虫 远处这些 对 适合养牛 那旁边我看这比较高的这些 就是木草 这就是木草 这是什么品种呢 田高粱 我们养的都是田高粱 田高粱 田高粱它一般要两剂 像我们这里至少是两剂 它割了以后又长上来 所以说足够这边养牛这些饲料是吧 对 青饲料就这样 其实青饲料是足够了 飞仙董村80%都是灌木林 天然草场有2000多亩 人工牧草1200多亩 是发展养殖业的理想之地 过去村民家中就有养牛的习惯 但是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2013年 随着丰都县城 肉牛养殖产业的发展 当地开始推广庭院牧场的模式 村民在自家旁边建好眷舍 养上二三十头牛 一年就能挣七八万元 彭瑞华带我们找到 当地的养牛大户张生瑜 他家目前养了一百多头肉牛 颜色它的分布都不一样 是一个品种还是说不同的 有几十品种 有红颜色 也有红颜色 也有西门大人 那像您在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我养了六十几 一开始的时候有多少头啊 三头牛 一开始只有三头 现在一百多头 三头牛 那就是政府给我们贷款 帮我们贷款 回家起义 三年我们都是 买三个牛起家 三头牛起家 现在一百多头牛 二十年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还可以 为了发展丰都县的庭院牧场 当地政府为农户提供创业扶持贷款 和相关的税收奖励 为了培育出 是以本地养殖的优良肉牛 他们还请来重庆西南大学的科研团队 为本土肉牛和外来品种进行培育 改良了当地肉牛的品质 这大大概多大 这有六七百斤 六七百斤 是年龄呢 多大 五个多月 这才五个多月 它传下来都有八九四斤 它一生下来就体积就会比较大 体积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这些牛看着以为是成年牛 但是它才五个多月大 像这边的牛的话 一般长多大的时候 它就是成年的了 一般八九个月 那还是很快的是吧 很快 体重的话应该是在 正常的应该在一千七百斤 一千七百斤 对 一千七百斤那样子 听张胜宇介绍 肉牛一斤大概卖到十四元钱 一头肉牛大概可以卖到一万五千元 刨去成本利润至少有三四千元 相对于普通肉牛 丰都庭院牧场也有严格的养殖标准 除了穀物和清饲料 平时农户还会在饲料中 配上果皮和酒糟 从那个酒精提炼以后 它这里还有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也有包补免 酒提炼以后它都是这种渣子 对对对 一头是粮食桌子 粮食 粮食的渣子 它这里头还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现在肉牛就把这个吃了以后 现在把这里头的有用的东西 全部给它吸收了 你看 因为它就是粮食发酵的嘛 所以它里面全都是剩那些粮食的结杆 这些东西 对对对 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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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稻 水稻 所以都是还是比较适合牛去吃的 是吧 但是它有这种酒 牛不会醉吗 有两勺 有食量的味道一部分 一部分的味道 一部分的味道 就能吃起来 跟你给它食量产 有一个自己你们的一个量 然后搭配着味 酒糟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不仅可以保障肉牛日常所需 还能实现废物再利用 如今 风度已经成为国家级出口肉牛质量 安全示范区 当地的庭园牧场有两百六十多户 平均每户增收一万多元 跟随彭瑞华 我们来到了农户增保昌家 他家也是第一批 获得庭园牧场执照的养制户 您好 您好 大哥大姐你们好 在家这泡茶喝呢这是 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就是这当地的人是吧 本地人 而且特别明显 在后面有一个就是 脱贫先进户 还有一个是明白卡 对明白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建卡评户的 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上面 我们看这上面有就是 置贫的原因 是因穴 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收入来源 已经就是有自己的工资 然后还有生产经营 不愁吃不愁穿 有稳定的住房和医疗保障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增保昌家里总共有五口人 过去全家的收入主要靠它外出武功 一年收入不到两万元 2012年 依靠当地财政资金贷款帮扶 增保昌家里开始养殖肉牛 并且获得了全国首批 庭圆牧场营业执照 我看看这个营业执照 上面是写着是 丰都县凉水井养殖场 是名称是吧 成立日期是12年4月27号 经营范围是肉牛的养殖销售 那也就是说从12年 是正式开始有这种营业执照 开始正式经营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从12年开始 开始大规模的发展 那么那个时候国家的投入 相对来就开始增加 对我们的肉牛的育种 那块有补贴 比如说我们的卷舍有补贴 还有我们修的一些基础式公路 等等那些 包括我们的太阳能路灯 都是国家为这个情报场 进行的一些资金上面的注入 因为政治的帮扶 增保昌从最初贷款养殖三头牛 发展到现在 共有20多头牛 一年养牛的纯利润就有8万多元 现在家里不仅买了摩托车和汽车 还计划攒钱 在城里买一套房子 我看这个在我们身后啊 有这样一个棚子 这是什么 这个是养什么的 这个是我以前的牛肠 以前的牛肠 那现在呢 我现在这里因为小了一点 我就拿来改为猪肠 另外进了一个新的牛肠 搬在这边的了 这些蓝棚子 蓝顶的这些都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新的牛肠 整个那一片都是喂牛的 都是喂牛的 现在里面养了多少头呢 现在大概好几个头 几百头了 有十几家人 这些大概是400多个有 400多个 你看这个小牛棚啊 和这边这个特别广阔的一片牛棚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也是可以说明这几年 这个大哥他们家养牛产业的 一个发展的趋势 听彭瑞华介绍 丰东牛肉还被认定为 中国持名商标 从最初政策的鼓励和扶持 到农户主动进行生态养殖 当地人用勤劳的双手 将丰东牛肉做出了口碑 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